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天地有正氣 集言不留言 下則為何惡 上則為逆星 喂喂喂 你幹嘛响樹背正氣歌啊 就1clickradio咯 我都知道他們很正氣 但都不用背正氣歌 不是喔 那個節目表寫著 天地有正氣 哎呀 此氣不同脾氣 你應該讀成 天地有正氣 每個星期四肥龍出文 為你介紹新戲 《環觀北美票房》 還會在電影大百科環節 討論古今中外一些對人生有影響力的新舊電影 咦 更翌日看電影之前就一定要聽到天地有正氣 最新鮮喔 www.oneclicksoeasy.com one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一個百分之百關於汽車的節目 Regina和Todd 論盡車談 無車不歡 車書頻道 車書頻道是由加拿大唯一內容主導中文汽車雜誌 車書雜誌AutoNerve 贊助播出 車書雜誌AutoNerve 加拿大唯一內容主導 在加拿大出版了十年的汽車商月刊 每期有實地試車 改裝信息 專題特色等內容 大量獨家報道 包括人物專課及車壇內幕等 亦是加拿大唯一中文傳媒 經常被不同汽車品牌邀請往北美及海外試車 參觀生產線及出席車展 將第一手資料帶給加拿大的讀者 車書雜誌逢單月的二十號出版 在溫哥華有超過二百個派發地點 你亦可以到facebook.com slash AutoNerve 下載電子版 車書雜誌一本在加拿大生活不可或缺的駕駛生活雜誌 Hello 各位聽眾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車書頻道 AutoNerve Radio 有聲無畫面的節目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 Regina 陳偉森 在我身邊有我拍檔Tot Hello 各位聽眾好 今天有什麼大新聞 AutoNerve Radio 今天的新聞都很大壇 不過其實不關我和你事 哈哈哈哈 字字都是這樣的 哈哈哈哈 通常大家都知道 你是否黃皮膚 黑頭髮黑眼睛 嗯 覺得你是他的 就是這個 專櫃的客人 專櫃的客人 沒錯 尤其是你事實在說國語 還會是軟利那一隻 是的 就更加對你 蹲在那裡 我想要噴上飯 就有很多人服務你了 哈哈哈哈 不過呢 原來有些人都可以說 是逆水行舟的 這個新聞我看到之後 有沒有搞錯 看錯了 看錯了 對 嚇錯了一跳 我想沒多久之前 在上一季的車輸頻道 都跟大家說過 日本的豪華汽車品牌 Infinity 就將他們的總部 英飛離敵 對 英飛離敵 就將他們的總部搬到香港 這個已經是嚇了一跳 那時候他們搬到香港 最主要是針對 當然是大中華的市場 包括了香港 台灣 和大陸 在香港設立這個基地 我想在管治上 或者在行政方面 都可以有多些自主權 或者在做生意方面 是有多些方便 嗯 沒錯 但是呢 世界上最大的汽車製造商 美國通融汽車公司 GM 就剛剛日前宣佈了 他就會將他那個 亞洲的國際營運總部 搬離上海 哇 這個消息 我想是很震驚的 我想對於上海來說 也是打了一巴 因為上海 大家都眾所周知 就是這個大上海 就是繁華吹燦的一個城市 基本上大部份人 想做大陸人生意的話 都是想去上海 設立辦事處 對呀 各類 今次GM這樣做 就模擬刮了上海很多 而他們最終會將 亞洲國際總部搬去哪裡呢 原來2014年的第二季 開始 總部就會改為新加坡 嗯 非常出奇 新加坡和上海的分別很大 新加坡是一個很小很小的國家 雖然是這樣說 但是上海和新加坡來說 雖然大家英文的名字都是S字頭 不過我想不論是 似S跟PayS 對呀 大S還是小S 對呀 由大S不是小S 好了 新加坡有什麼好處呢 最主要就是 雖然在新加坡是17% 但是如果在當地 聘請多些當地的人 那些稅率自然會減低 我想這是 GN 看中新加坡做基地的 一個很大的元素 而且很多時候 你也知道 這些跨國公司 有很多員工 是按照職業的 例如派你去 在那裏就要做三年 兩年 很多時候有不同的地方 或者不同的食物 不同的文化 很多員工都很難適應 如果對於一些美國人來說 我估計 他在新加坡的適應能力 可能會舒服於上海 第一 基本上在新加坡 大國人的人都會說英文 還有食物方面 可以說比較國際化 還有在工作的手法方面 亦是比較接近西方社會的模式 所以這次搬到新加坡 亦可以說是有跡可尋 而GN 在中國的 在上海的營業 其實人數不少 有超過百二人在那裏工作 即是在營運和行政方面 不過 始終中國 都是GN 的最大市場之一 所以 在當地的生產線 一些廠房 他們跟上氣合作的項目 各上的項目 依然不變 繼續留守在大陸的 各國不同的城鎮 那怎樣看呢? 很奇怪 不過我想我們不是當事人 很難知道真正的原因 不過 想來想去都不明白 因為 這個市場實在對於 GN 來說 很重要 他說如果他們走出破產 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是大陸市場 但GN 說到 為何選擇新加坡呢? 當然他也不想 讓別人放棄中國的市場 當然不可能 原來 GN 說到 其實他們 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生意 不僅僅在大陸上 而是非洲和中東 都是有很重要的市場 或者離開了中國 跳出旁觀者稱 可能他們會跳出離開了中國 而總部搬去新加坡 看中國的市場 可能會看得準確 和清晰 或者在合作關係上 都會有一個不同的看法 你現在聽的是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我怎麼才知道我可以拿到多少按揭呢? 為什麼申請按揭要找專業房屋按揭顧問呢? 跟銀行有什麼分別呢? 申請房屋按揭需要符合什麼條件呢? 我第一次買屋,是不是有很多特別優惠呢? 這麼多樓房買賣的問題 就要聽一clickradio 每個星期二播出的樓房按揭101 我何傑文 和嘉賓主持Alan宋一亮 會替大家解答不同的樓房按揭問題 千萬不要錯過 www.1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試車報告 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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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講講什麼車? 哇!今天介紹這輛車就很厲害了 在街上很多經常都看到 都賣得不錯 這個就是歐哥牌的MDX型號 哇!你說什麼啊? 什麼歐哥? 我是順應大勢所催 筋紅頂白 給點頭貢吧 沒錯! Ecura MDX 嘩! 終於聽到你們說什麼 對啦 Ecura這個名字 我想Tod比我認識他的歷史更加深厚 不如你說一下Ecura 為何今時今日會做歐哥 不是Liu哥 或者是不知什麼 講講Ecura這個品牌 1987年第一次 Honda就說 現在要做一個日本的豪華品牌 改了Ecura 香港第一個中文名叫極品 當然有當時買得最好的Integra 以及Legend 這兩輛我想是經典型號 Mujana也說過了 開始的車就慢慢轉為無名無姓 變成三個英文字 今天講一輛的MDX 對啦 或者是某一個地方來的人 喜歡將X變成X 經常聽到有人說 我買了一輛X5 我想了很久是什麼車 有一次MDX 原來是講X5 所以今天這就是MDX 沒錯 MDX是什麼特別的地方 其實MDX今時今日 已經進入了第三代設計 Ecura其實在過去幾年 相比起對手 Infinity和Lexus來說 都是低調了很多 對 它說是大大落後 其一它選擇不太多 來來去都是那四五款型號 第二暢銷那些 買少見少 Integra就沒有了 RSX也沒有了 Legend也沒有了 但是它有一個入門的房車 也有一陣子買得很好的 但是經常都改名 令人很興奮 1.6EL變成CSX CSX之後又變成現在的ILX 我也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 而且有些名字是Vager 叫韋哥 你以為是約名 但當時賣Vager的時候 其實韋哥是未發明的 大家千萬不要把我們混亂 因為它是先一個詞的次序 不過無論如何都好 MDX在加拿大來說 是非常暢銷的 首先因為它是加拿大製造 另外它就是現在在街上看到的 ACURA賣出的型號當中 有超過30%都是屬於MDX這個型號 也挺重要的 可以說它的經濟命名 都是它的麵包與牛日 可以這麼說 第三代我發現 做得很好 也沒有辜負那麼多人喜歡這部MDX 原來當年第一代推出的時候 它是首過日本的越界或越野車 是有七座位的選擇 沒錯 當時也買得很貴 對 相當之貴 而且2007年出現了第二代 也是首次引入SHAWD 就是Super Handling All-Wheel Drive的全輪驅動系統 沒錯 全輪驅動系統 這個SHAWD 有什麼不同呢 基本上就是 除了前後 有不同的動力輸出分佈之外 是左右都可以的 這就是它的智能 全輪驅動系統 全電路控制 對 全電路控制 以及引入了新的V6氣缸引擎 好了 來到20140型號 第三代設計究竟是怎樣 原來它的底盤 就不再只是MDX 而是來自Honda 在全球一些所謂Truck Base的產品上 大家一起分享 使用一個底盤 但是車身方面 確實 這個殼是緩然一身的 而且整輛車駕駛上手 是加強了硬度之外 就發現 為何爽了那麼多 原來 暗瓦底減肥了 280磅重 嘩 都很重要 對 減了2個惡氣 還有在噪音和震盪方面 都進步了很多 主要就是擋風玻璃的結構 改變了 玻璃的厚度 厚了很多 有4.5mm 左右玻璃 還有後面的DG柱 之後的玻璃 都有加厚度 可以說完全擋住外來的雜聲 也都令到車廂的乘客 可以說是特別舒服 外形方面 我都覺得它挺抄欧洲車 有個名字叫歐哥 刺駕非同皮 這是延時邊加區字的歐 無論你什麼歐 這十盞白色的LED燈 在夜五黑一趟 都很歐洲感覺 而且突然很貴 覺得很高級車 當然是高級車 要這麼貴一架 其實以它的售價來說 由四萬五元到六萬五元 也都可以說不是貴 今天來說 也算是一架中架車 不過我很喜歡它的機械配備 配備 很完美的 我永遠都覺得 3.5V6 在越野車身上 是最完美的配搭 剛剛好 又不會太大 又不會太不夠 馬力的輸出方面 290匹 雖然說沒有超過300匹的數字 跟其他高檔的車是比較的 但試過之後 就發現這290匹 真的非常之夠用 對 現在車輕了 對 比起德國對手 跟我們剛才所說的X5X5 它顯得溫柔很多 這次改良了車架結構之後 高速入彎的時候 它的車身的傾側程度 是非常之少的 如果你喜歡的話 就算是跑車 真的 對 相當不錯 當然 在輪距方面 車身的長度方面 全部都有一些加長座 改良座 甚至乎在座椅的座位 亦都調低了30mm 那麼 我們比較少的亞洲人 搭上車廂 都沒有像上一代 有些攀爬上去的感覺 自我的感覺 涼好了很多 Ruijana 經常說一下椅子 這次是否舒服 這張椅子是絕對舒服 而且駕駛長途來說 它的背部支撐是非常足夠的 當然 這7座位的SUV 亦都適合給一家大小 出去交外遠足駕駛長途用 所以這張椅子是非常之重要的 好 Ruijana 這車你會給多少分 我會給你8分半 我會給你8分半 來 喝杯 酒逢知己千杯少 在派對和朋友開心對飲 的確是一件樂事 走了 拜拜 但是酒後駕駛 你不單止會破壞自己的前途 你還有可能會對無辜的人 以及他的家人造成無可挽救的傷害 尊重生命 為己為人 切勿走後駕駛 以上是一clickradio帶給大家的訊息 在不久的將來 會不會肯定有一部在你阻礙這款車 或者這一種類的車 不說 以為你是說71 我不會幫你賣廣告 尤其是你沒有付款 購買我們的節目 我想你一定在說電車 電車可以說是越來越普及化 基本上每一個汽車製造商 每一個汽車品牌 都在計劃中 或者已經推出了一款電動車 不如托你數一下 有很多人說第一間的 我想是草莉塔 有Hypercene 接著有日產 Mundi Inspecies 接下來是寶馬I3 其實每間都有 甚至乎到一間 大家都忽略了的汽車品牌 KIA 接下來的SOUL EV 都會快將推出 終於來了 KIA SOUL 可以說是改變了 世人對KIA品牌的看法 比較外形活潑 新潮突破 有型 好玩 而且款式很特別 其實EV的科技已經很成熟 但是放在什麼車身上 才是最適合呢? KIA選擇了這部 剛才所說的SOUL 第一部可以說是都市的越界車 有少許崩潰 有五門揭背的感覺 今次這部KIA SOUL EV 就是韓國喜愛汽車 第一部會在全世界 明年推出的純電動汽車 對於它們的汽車品牌來說 可以說是一項很重大的突破 其實這部KIA SOUL EV 原來研發過程是相當久的 我記得我在三年前 在一些國際汽車展覽中 就見過一部叫Ray的電動車 一個概念車 Ray就是R-L-Y 就是Raymond的Ray 以及當年 麥當納有首歌叫Ray of Light 就是那個Ray 所以對這部車或名字 特別印象深刻 那時候就發現這些實際架的車 如果真的賣到的話 真是很不錯 因為市區人多 這些車你又不想跟別人 每個人都駕駛四門房車 當然最後就推出了KIA SOUL 現在終於連電車也有賣了 經過三年的研發過程 這部KIA SOUL EV 究竟有什麼特別呢 一般來說電車可以走到大約823公里 就是這樣 雖然市面上有很多車說 它自己可以走到大約860公里 但除非你就不開收音機 不開冷氣 不開暖氣 不開水撥等等 但是今次這部KIA SOUL EV 可以說 它可以在充滿電力 一次充滿電力 可以走超過200公里 打個折 起碼可以到180公里 都算不錯 這部KIA SOUL EV 比起之前所推出的 Nissan Leaf Mitsubishi iMiv 又可以說更進一步 電池是否大了呢 電池現在用的是 Lithium Ion 鋰電池 就是一個27kW的電池 比起其他對手 我現在沒有那個數據 但據我所知 儲存電量的能力 就比其他電池 還要計算比例 因為車的車重 電池大了 都要輕輕 續航能力才會長 是啊 當然這些純電動汽車 就不是說是跑車 因為它0至100公里 那個數字 20秒內做到也算好 12秒 沒有20秒那麼久 但都是一個雙位的數字 根本上這輛車 其實以它現在賣的 激烈版本來說 都不是超跑車 或者超快的車 只不過是一些實用的 省油的 但又有足夠的空間 都市的小型汽車 但這輛車 剛才剛才說 起步由0至100 就是12秒 原來它最高的速度 都不錯 可以走到145公里 坦白說 你現在到周圍附近 看到高速公路 可以走到最高時速的 是110公里 即是極限 所以就說 是足夠有餘的 究竟怎樣充電 差多久呢 原來快充是25分鐘 搞定 但如果用家庭的慢充 就要去5個小時 即是一晚便可以 上班時間 上下午都可以充滿電 應該都是一些實用 而且是令人安心 因為剛才說過 駕駛行程的距離 比起現在市面上的車 是較長的 這輛新一代的Kia Soul EV 其實是基於 在韓國和亞洲 有一部型號 叫Kia Seed 的平台 比起現在系列的Kia Soul 是較長的 以及車殼方面 也結實了29% 以及在駕駛行程方面 也增加了操控性和靈活性 而新一代的Soul 即使不是EV 那版本 其實已經推出了 我之前在車評人士車大會 也試過 發現比上一代的 整體的進步 起碼超過50% 也很期待 希望可以很快 試到這部Kia Soul EV 究竟看看Kia 第一部 世間上 或者歷史上 第一部電動車 表現又會怎樣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好 下星期再見 拜拜 有10年的汽車商月刊 每期有實地試車、改裝訊息、專題特色等內容 大量獨家報道 包括人物專訪及車壇內幕等 也是加拿大唯一中文傳媒 經常被不同汽車品牌邀請往北美及海外試車 參觀生產線及出席車展 將第一手資料帶給加拿大的讀者 車書雜誌 逢單月20號出版 在溫哥華有超過200個派發地點 你也可以到facebook.com.autonerve 下載電子版 車書雜誌 一本在加拿大生活不可話缺的駕駛生活雜誌 歡迎閣下來臨10號茶餐廳 你好 請問想點甚麼菜呢 我們今天的special是 欣勤的適應服務 在這裏找不到 這裏裝修好漂亮 座位又坐得舒服 一流的餐房環境 在這裏都找不到 焗豬扒飯、肉醬意粉、風沙雞翼 車 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在這裏更加找不到 車甚麼都沒有 這間甚麼茶餐廳來的 是10號茶餐廳小姐 那這裏究竟有些甚麼 問得好 這裏有兩位大廚 就是我肥龍 還有我阿神 每個星期我們都會緊貼天下大局 搜羅世界各地的催民日時 還有最新潮流催勢 科技新知 還有很多生活實用貼士 總之信息一羅羅 保證你滿了而歸 這麼正的茶餐廳 在哪裏 只要每個星期三 上網到 www.一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就可以收聽到 匪龍 阿神 10號茶餐廳 一clickradio 新在家國 深系香港 只要一click就是這麼簡單 www.一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soeasy 好 好